草存镇 延峰国小 自从三年前就开办高尔夫球社团来培养学子 除了会定期带领学子到高尔夫球场 接受一地训练 平常在社团时间更有专业的教练前来指导 那我们今年是已经成立了第三年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孩子呢 已经都练了三四年 那基本上像去年我们在南投县的107年的 高尔夫球委员会所办的极准极远的比赛 都获得相当好的成绩 这些所有孩子的不管是球剧也好 或者是练球的经费也好 通通是不需要花钱的 教高尔夫球的过程中用了蛮多的游戏 那当然我每次也带了一些小点心啊 小饮料 让他们能够有一个乐趣做竞赛 其实小朋友他们就喜欢吃喜欢玩 所以高尔夫球如何让他在扎根的过程中 比较有趣 而不是那么致死的 这个是教学上的一个挑战 透过专业的教练指导学子们各个都全程贯注且认真学习 而高尔夫球更是一项能够训练学子 沉着稳重的运动项目 一开始我跟阿伯去打高尔夫 就发现很好玩 所以我想继续打 然后去年暑假 我在比赛 然后得了第一名 然后就想再继续打下去 爸爸他年轻的时候 然后也有在打高尔夫球 然后我就想说 我想就是试试看看能不能跟爸爸比 能不能比他厉害 困难的地方就是有时候打太大 有时候打太小力 然后就会觉得有点烦躁 先缘蔡明轩肯定学校用心安排的课程 也希望透过打高尔夫球 能够让学子们多元学习 启发兴趣 我们都知道高尔夫球 这个是可以训练我们选手的一个专心度 这个活动真的是很少 也很感谢我们延峰国小 从小就可以有这种社团 这样可以借由高尔夫球 让小孩子可以更专注在他们的学习上面 延峰国小开办三年的高尔夫球社团 不仅在各项比赛中 都拿下相当好的成绩 也透过稳扎稳打的方式 培养学子们全面的发展 以及不同的兴趣专长 记得六圣草屯采访报道